- 各位好,歡迎收看5月6日的新闻7段Newsroom 5月6日,剛巧我今早就交代一下 我們現在各位愛媒進言YouTube Channel的調動 之前都只是透過在節目中講講現在最新的節目調動 現在決定了的方案,即今個星期開始 就是先將我們新聞節目相關的製作 投放在更多在新聞室的Newsroom 而新聞傳送在YouTube上的製作就會暫時停 但是新聞傳送的Radio version也會繼續在Patreon上放送給大家 希望大家在Patreon裡面都能夠繼續用新聞cast的方式來接收訊息 因為值得觀眾覺得一個新聞cast 譬如他們在做事的時候,或者駕車主送都可以聽到的新聞cast 都是一個挺好的接收新聞資訊的方式 所以我們決定在Patreon繼續有新聞傳送的newscast放送 至於新聞室,我們當然會繼續在YouTube和Patreon也會放送的 好了,昨天就是一個戶外的廣播 錄製了新聞室的Newsroom 也是一個挺新的嘗試 當然我們經常去Victoria Park的話也不是一個辦法 始終昨天看到的烏鷹也是一個阻滯 我們今天又回到我自己的一個studio 其實都在家裡 昨天主要是說英國的council選舉 今天這一集第一節都是說英國的council選舉 經過一天,即今天凌晨開始 讀了更多的選舉結果出來 看到選前的評估 英國保守黨就因為各種失利的消息 就會令到今次保守黨在整個council選舉裡面 即全國的council選舉裡面就會大大失利 那供誰是如人得利呢? 本身就打算供黨可以如人得利的 但結果又並非如此 結果反而是綠黨和Liberal Democrats 自由民主黨可能成為大贏家 這個中觀的情況稍後說 我們先講講一位香港人的參選人 在Sutton and Trim那邊的參選 其實是一個很幸運我們能夠接觸到他 但我們就沒有做到一個錄音訪問 即是親身跟他做一個電話的訪問 不過是沒有錄音 所以就不能播給大家聽 但我們就要引述他的一些心路歷程 那大家如果在Sutton居住的觀眾 大家都知道Sutton這個地方是一個 最居住了很多香港人 新來就是BNO Visa來的香港人的一個地方 就是在倫敦的Zone 5 就是Great London Area的Zone 5 然後就是一個比較南部一點的一個 這個地方 那Sutton這個地方 即是我也住過 其實都真的相當之多香港人的 那也都變相自己慢慢形成了一個 community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就是今次也都有一個參選 一個香港人呢 即是移居了英國的香港人參選 其實你看到香港人對於 其實特別在19年之後 對於這個政治的關注度高了很多的 但是英國的區議會選舉 可以這麼說 和香港的區議會選舉的分別又怎樣呢 可能大家都會忽略一點 香港的區議會選舉 可能怎樣都會牽涉到政治層面 但是政治層面的元素可能會多些 因為大家都知道民主派 民建聯 還有這個獨立的候選人 這樣 雖然和英國的似乎差不多 但是香港的很多資源去做 我們跟這位參選人 就聊過了 其實他最後是代表了Liberal Democrats 也是在機緣巧合之下加入了Liberal Democrats 然後也都在今次的Council選舉裡面 作為在他的地區 叫Chim的地方 就是代表這個地區去參選 他跟他談過初心 他就是來了英國一年多 在去年類似的時間 就來了英國 為什麼決定參選呢 其實他的理念 或者參選的原因 就是想聯繫香港人和本地政府 希望可以有更多香港人的聲音 可以放到地區議會 然後地區議會再向上 去到Parliament層面上 把香港人的聲音 真的帶到這個社區 這個國家裏面 並不是在圍勞群組 或者WhatsApp組 Facebook自己討論 把香港人面對的問題 就是放在這個地方 英國這個地方裏面 希望製造到三贏局面 第一個重點的問題 就是想香港人 可以發揮到他的事業 畢竟我們Sutton都知道 這一棟樓其實是臥虎藏龍的 各行各業的人士 專業都有的 律師會計 甚至乎做蛋糕 奶茶 都是一個香港人的小小的community 一個縮影仔 其實去了Sutton這個地方 其實你橫觀看 其實整個英國都一定有很多 不同的專業人士 是散落在英國 所以其實橫觀看 就是香港人 在這個新英國的New Home 可以這麼說 其實是有一個很大的價值 是幫英國發展得更好 或者其實雙負雙城 香港人可以貢獻到給英國 同時間怎樣可以令到香港人 去融入這個地方 成為New Home 其實這個問題是一個很值得去探討 或者更加去做的 因為當香港人視英國為New Home的時候 其實這個connection是需要的 所以Alex也是在這個參選的初心 希望融入當地 發揮到專業 同時間為社區帶來一些價值 同時政府也可以解決到現在的問題 或者一些危機 因為你知道脫歐之後 其實在這個勞工 或者專業層面來說 其實有很多人已經離開了英國 回到歐洲地方 其實香港人在這個經濟體系裡面 其實貢獻應該會相當大的 但是外於在這個BNO visa 始終都是一年多一點 慢慢更多人來的時候 然後怎樣可以配對呢 就是matching game 就是matching game 找工作 我來到英國美國一年 但是在這個美國一年裡的觀察 其實在這個matching上 其實不是做得太足夠 畢竟英國面對的問題非常之多 由我們去年7月來到 開始脫歐之後的問題 然後生活成本 然後開戰 即是烏鵝戰爭 其實再加上生活成本 的escalation之下 其實面對的問題 絕對不是香港人那麼簡單 香港人這個issue那麼簡單 單一的問題 其實不是 所以在各個層面來說 變成香港人融入英國這個issue 變成可能的priority沒有那麼高 所以在這個matching上面是需要更多的努力 然後在地區來說應該要先做的 所以Alex也有這樣的想法 結果是怎樣呢 Alex其實在這個chim這個地區 的數字上面 end up 其實是不能夠成功當選 但是在他代表的liberdemocrats裡的三個候選人 其實他是拿到最高的票數的 那三個候選人裡面 分別就奪得了1,002票 1,168票 而Alex是拿到1,213票 所以在liberdemocrats裡的三個派出的候選人裡面 最終居然都是保守黨 就是全取這三席 所以也都在這個 那麼大的保守黨的國會裡面的爭議 他去發酵之下 在這個chim這個地區 也都是可能一些 可能是死忠 或者是一些堅定分子 就是令到在這個結果裡面 是拿到全取保守黨的三席 至於工黨呢 反而並沒有得理 反而最低票數的都是在工黨的三個候選人裡面 那至於liberdemocrats 雖然在Sutton council 一直都是liberdemocrats去控制的 但是呢 就是我們也讀過不少的消息 liberdemocrats在Sutton council裡面 其實那個reputation被指 那麼多年來做得不好 變相這次也都在liberdemocrats 雖然都仍然控制到議會 不過呢 最終也都失去了議席 那麼 這次阿尼克 就是我們再 很幸運跟他聯絡到 他就認識到 原來在年輕人來說 其實對於這個 議會的或者投票 其實不著重 覺得其實投來都沒有用 哪個黨都好 投誰都好 其實對於他們那個改善 都不太足夠 至於上年多的人 就普遍都是 就是conservatives的Daha fans 你看到 我們在我們這邊 跟一些居民聊過 也都覺得 其實那個council election的 投票率其實是低的 普遍都是說近四成 都未夠四成 在這個前例之下 其實council選舉 你會覺得 你會覺得 究竟是more political 還是關注地區議題呢 可以聯想 香港其實在區議會選舉裡 一直過去的 關注度都不高的 其實去到19年之後 才突然間提升到一個很重要的層面 因為覺得 區議會這麼多年來 給了藍營 紅色這些控制 所以一個 其實19年裡很明顯是一個 報復式的投票 或者是一個政治主導的投票 令到19年 很多空降 或者基本上完全沒有 地區工作經驗的候選人 都成功當選 這個是一個 可以這樣分析 就是在政治的上面 不穩定 政治不穩定的局面上面 在區議會也很容易地反映了 在政治的角度去投票 只能夠在一個生活很安穩 才有空你那條路 究竟整得好不好 才有空你那個地區 那個社區裡 究竟多不多樹 還不中得多不多樹 所以在今次 其實 一個reflection 在英國今次的council選舉 很大程度 也有受到 在parliament裡面 in Westminster裡面 發生的 種種的事件 而受到影響 變成一個 more political 的一個考慮 但是呢 很多時候我們 剛才剛剛開頭說的 分略了的是什麼呢 香港區議會選舉 其實很多資源 大家都知道 選舉經費開支 可以claim 然後人工也很高 但是英國就不是的 英國council 其實那個 或者counciler 其實他的資源很不足夠 我們實際上也有覆蓋到 或者我們忽略了 就是為什麼 沒有宣傳單張呢 為什麼沒有造勢呢 為什麼沒有落區拉票呢 每一間都有很多leaflet 沒有的 真的沒有的 然後有很多觀眾都反映 就是我收到報告 但是我沒有候選人資料 或者好像我一樣 我就收到一張Miroro的election的資料 但是呢 就沒有收到報告 甚至乎呢 我也沒有收到counciler選舉的那些候選人資料 所以你看到那個分野 就是原因呢 也事出有因的 就是因為那個counciler 其實那個資源是不夠的 他的性質其實好像義工一樣 就是真的是一心一意 為了地區才會去選這個counciler 才去打算投入這個counciler工作 那因為其實counciler工作 當然面對的就是地區工作 但是其實他們是正職以外的一個工作 可能那個人工呢 可能只是一千磅 或者對起都可能在想 就是萬零港幣 所以你看到一定是跟香港區議員 那個分野很大的 所以也解釋到為什麼 就是英國的counciler選舉沒有什麼氣氛 也都沒有助選團 也都沒有人拉票 也都沒有人在票站附近高級 那所以這個呢 香港人來到英國之後呢 需要適應的就是 其實是有分別的 不是完全把船套東西搬過來 就可以理解到 這個要大家去認識認識這樣 那這次Alex自己呢 一千二百十三票就不足以當選了 那在地區選舉之後呢 就說要先沉澱一下 然後再重新出發 那未來呢 他就繼續會教拳的 本身他都有教開拳 然後呢 就是會關注在一些身心靈健康上面 也都會 因為他現在進入了Liberal Democrats 那他就希望自己可以成為 香港人 和這個政黨之間的一個橋樑 不再在一個社交媒體上面的圍牢 不再是把一些意見 只在上面討論 那他有個例子的就是 你在一個group裡面寫一篇論文出來 其實那個關注度都不高的 就是聽完就算了 說完就算 但是你不能夠把問題呢 帶去這個community裡面 那所以 他希望可以把這些聲音告訴給政黨 就是urge他們去處理 令到真是把香港人面對的問題 就得以解決這樣 那這個就是Alex的故事 也是這次一個香港人 透過BNO visa移居 來到之後參選的故事 但是也有一個小插曲 之前其實Alex在Birmington 也有一個候選人叫Alex 叫Alex Yip 剛剛我們說的Alex叫Alex Trey Alex Yip就是被羅冠聰指 牽涉到中共滲透的 所以之前也有些澄清 這個Alex就不是Sutton的Alex 這個Alex是Birmington的Alex 但是也這麼無獨有偶 因為這個Alex Yip 他那個在Birmington的Ward 叫Sutton Wild Green 所以大家Sutton又Sutton 很多名字差不多 令到真的有點混淆 那這個Alex Yip Birmington那個 其實就是conservative的 而最終他在他的選區也當選了 是有1489票當選 這個Ward只有四個候選人 最終他就是1489票當選 而羅冠聰之前指向他 指向Alex Yip 有這個中共滲透之嫌 他的中文名叫葉韻堅 羅冠聰說 他可能之前的李徵區有關 就是跟李徵區有關 曾經有指 就說這個Alex Yip 就是多次參與了中共駐英大使 慶祝中共見證日 以及跟懷疑被中共滲透的 白名漢華人社區中心有聯繫 另外羅冠聰也都在四月底的時候 就是在Facebook說 就說葉韻堅Alex Yip 在2015年習近平訪問英國的時候 就站在一眾中共支持者前面 但是葉韻堅當時就回應說 是陪同全英華人社團聯合總會 就到場示威 去到示威現場 就為了確保在在場各方冷靜 並且在現場提供翻譯等支援 羅冠聰質疑 如果不是親中共的團體有關 但是葉韻堅不可能出席這個活動 總之現在葉韻堅Alex Yip 就在這個地方最新當選了 葉韻堅當然就否認 也說他在市議會裡 曾經批評中國在新疆侵犯人權 也是國際特赦組織的會員 也曾經幫兒英的香港人適應新環境 但是羅冠聰又說 葉韻堅沒有公開批評過中共在香港 新疆和中國其他地方的暴行 總之葉韻堅就在他自己的獲勝當選了 好了 香港人參選就到了這裡 但就掩蓋這次選舉結果是怎樣 剛才說英國保守黨自己在選舉室里 但工黨也不是一枝獨秀 先說一下工黨贏了什麼 工黨贏了前首相戴塞爾夫人的外區 叫做Wentworth 其實是1978年以來 這次首次落入工黨手中 也拿下了Westminster 這是其中一個很重大的指示 不過就算他拿了Westminster 也不代表可以贏到Westminster的議會 所以似乎這次工黨不能夠在保守黨 這個醜聞或者這麼多不利消息之下 就是一枝獨秀 反而Liberal Democrats和Green Party 就在英國南部議席有一個可觀的增長 除了Wentworth和Westminster之外 工黨也在關鍵戰場包括Barnet 另外橫掃了Cumberland和Southampton 有方式說工黨不能夠只靠Westminster區議會 就贏到Westminster的議會 事實上工黨似乎不能夠在倫敦和英格蘭 南部以外地區拿到重大進展 甚至部分地區的選票是有所下降 剛才說的Libdam和綠黨的大贏家 在西牛津郡和Potsmouth也是最大黨 也獲得議會控制權 現在的點票一直在進行 也有不少地區還沒有點票 現在在BBC網站看到英格蘭146個選區點了107個 而斯克蘭也是32個選區點了11個 而Wires更加慢 22個選區點了2個 北外更加沒有結果 現在截至英國時間是2點多 英格蘭選區工黨拿到1424個議席 保守黨拿到701個議席 所以保守黨這次的確失利 而波羅雅成也說到有些記區真的是一個困難 所以怎麼說呢 這次保守黨實在在這麼多不利消息之下 是有很大的重大損失 而保守黨暫時是沒有了169個議席 所以加上早前分析的是 就是保守黨會失去大約250個議席 可想而知保守黨這次失利的情況 據報保守黨國會裡面 就是這麼多NP裡面 就會在這幾天裡面決定 是不是根據地方選舉結果 就對波羅雅臣犯這個不信任動議呢 似乎地區選舉對波羅雅臣的執政地位 似乎有一定的影響 但是究竟中NP怎麼決定呢 似乎就不能單一在選舉裡面就決定 畢竟有很多選民提到就是很難決定 因為你本身譬如說你是一個保守黨的支持者 但是或者你見到今次政府在這麼多問題上 就是Party 級 三位城的逃稅門 再加上生活成本上升的危機 其實你總共都不能夠去投保守黨 但是你在波羅雅臣上面的確是拿了很多分 所以其實是一個問題來的 究竟選民怎麼選擇呢 工黨有沒有政績呢 甚至乎會不會是因為這樣 所以人們選擇頭 Leap them 綠黨 決定放棄兩大黨 決定放棄保守黨和工黨 所以其實選民這次都頗難決定 究竟 剛才我們說 究竟這個選舉是more political 還是聚焦在local issues 就是在這麼多的問題之下 變相其實很大程度 政治問題會影響多些 保守黨的候選人對於他們落敗的責任 歸咎於派對門 生活成本危機 令他們很難在競選期間 把這些問題的焦點聚焦在local issues 所以這就是剛才我們說的 多個保守黨的地區議會的主席 Leaders認為問題 不是只是派對門本身 而是誠信問題 認為民眾不再相信波羅雅臣會說真話 亦都說自己傾向去罷免波羅雅臣 有一個官員反思 探討失去議席的原因 更加直指波羅雅臣要好好反省 叫他看看今次區選 他們為何會首當其衝成為禁止呢 因為國會的行為令到地區失利 選舉結果慢慢出爐 波羅雅臣今天去了倫敦西部一間學校探訪 Sky News有報告 波羅雅臣選民已經向官員表示明確的信息 希望官員可以專注處理對他們很重要的問題 包括推動國家向前 確保解決後疫情的aftershock 帶領民眾過度經濟困難 解決能源供應問題 亦都是通脹飆升的癥結 並且創造和推動更高新高技術的工作 變了區選過後 波羅雅臣當然想淡化他的問題 所以在這次選舉裡 波羅雅臣都知道會受影響 在這麼多的問題之下 但會在選舉結果出爐的這一天 其實完全是避過了 或是spin走了 同時間有個重磅的震撼彈 大家知道了 Party 機就是全部保守黨 或是南國政府的問題 但工黨在今天也有個震撼彈 就是Durham警方 由於有最新的資料顯示 決定調查工黨黨魁司紀賢 啤酒門 是否有違反防疫的指引呢 情況是什麼呢 司紀賢被指去年4月期間 就是Durham在哈利普的補選競選活動期間 在工黨議員辦事處拿著啤酒 拿著啤酒和take away的食物 哈利普 又是哈利普 哈利普就是我們曾經提及過 就是地區議會選舉裡最低台比率的地方 想不到這次也是哈利普這個地方 Durham就是在地理位置絕對不是倫敦 是說在Newcastle那邊 亦是曼赫斯特再上 再北 即是在東北地區 英格蘭東北地區 哈利普這個地方 突然間這幾天裏蓋了多些 司紀賢被指拿著啤酒和take away milk 據說警方忽然決定調查 原因就是工黨最初聲稱副黨魁Angela Rayna 就不在現場 但後來她又承認她在現場 所以這次又變回違反抗疫指引的問題 又spin走了去到工黨了 幸好就是這個消息並非在昨天或之前公佈 否則相信對於工黨來說 其實也有一個非常之不利的消息 所以這個派斷門之後 也有這個捕捉黨的逃稅門事件 現在工黨也有一個B日記了 即是怎麼說呢 英國的政治每天都有很多事情發生 剛才我一直說政治一天都嫌多 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不能夠做一個非常之很直接的判斷 一定要把很多東西一起拉來講才行 今集長一點 因為想cover多一點香港一人選舉 因為今集主要講選舉 一人選舉當然不是選舉 但這場鬧劇也要cover一點 先講講這個grammar問題 我英文絕對不是非常之漂亮 但是大家看著這張李家超的競選廣告 其實中文都經常被人關注 但英文原來沒有人關注都出事的 中文就是我和我們同開新篇 英文就是we and us a new chapter together 其實中文也奇怪 無緣無故說什麼我和我們 我都不知道說什麼 至於英文是直譯 直譯又不是真的譯得那麼直接 we and us 完全不知道在什麼 有個說法就是 只要自己不覺得尷尬 尷尬的是別人 也真的 其實如果要真的譯 我和我們同開新篇 只要a new chapter together 就算了 together本身都已經有我們 或者一起的意思 總是要we and us 我不知道是否看得那些工作 或者職場訓練太多 經常要強調我們 就是覺得是和大家一起的 所以強行就塞個我和我們 但問題就是 誰跟你我們呢 現在 哪有我們存在的 只有你而已 只有我而已 所以李嘉詩這個 也是奇怪的 我和開新篇就算了 我開新篇就算了 我和我們 都不知道我們 他這次是造勢 不知道做哪個體 他今場的造勢大會 又在會選 都不知道那些選舉經費 又要向香港觀眾去claim 因為你要交稅 所以呢 又是浪費錢的 不知道消去哪些錢 還要很大排場的 好像開演唱會一樣 他說李嘉超出場的時候 就突然間點燈了 主持就叫人 就拿著手機開燈去歡迎他 這樣 好像 就是MIRROR一樣 真的 不得了 那 還活動開之前 過什麼 播過中國國歌 這樣 那 運動員 經常被指 就不應該政治化 但是呢 他就邀請了 乒乓運動員 杜海琴 就上去 去分享 這樣 就離譜了 香港運動員 根本上他就為了他的運動事業去發展 那你就找他上去站台做什麼呢 你明知道這個叫做勢大會 你就不要找運動員 那你變成就是 我不知道會不會摧毀了杜海琴之後的支持度 但是你在一個造勢大會上面 支持一個一人選舉 或者在上面分享 其實絕對不是一個合理的做法 那 剛才說什麼我和我們這些呢 李家超強調這個團隊精神 我不知道這個團隊是什麼團隊 還說要做一些很噁心的口號 一加一大於二效果 這些 還說要求官員主動介入 在問題初期直接指揮和指導 並且就自主定的項目定下目標 但是我就問 喂 你的官員不是一直都應該要做這件事嗎 為什麼要要求官員主動介入你的問題 真的非常之奇怪 那就是說 你的問責團隊 現在林鄭月娥政府 根本上就不是做這些事情 全部都是政治鬥爭那樣 為了中國 為了中共政權 而去做事 那些決策是不是 完全不是以前我認識的香港政府 那就是說 承認香港有不少深層問題 那如果當選呢 就會帶給大家一個會做事 和造成事的政府 那就是 就是神經病的 現在香港政府真的不知所謂 那他的競選辦主任 譚耀宗 就說形容這次聚會歷史性 那不知道那個歷史是什麼 那可能他的理解就是 完善香港選舉制度之後的首場特首選舉 然後呢 選舉的那班人呢 都是完善香港選舉制度之後的選委會成員 有廣泛代表性 那所以呢 也都是這個愛國者典範之下的選舉 那所以大家都是這個香港開新篇章的先鋒 那所以就覺得很有歷史性 那大家聽完上面的英國的選舉之後 再看完今次現在這個一人選舉 他在星期日就投票了 那但香港人當然沒得投票了 反而呢 我們在英國的香港人呢 是能夠利用你手上的一票 去投下你的區議員 這樣 那今集 新闻失調newsroom 5月6日的第一次到這裏 下一集再見 拜拜